大家好,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大家看我这一盆呢,就是猪顶红了 这是我刚从朋友家呢,挖回来的猪顶红 它这个猪顶红啊,现在已经长出了非常多的花剑 但是呢,它平时又没有给它撕一些磷甲给它吹花 那么平时它是怎么做到,让这个猪顶红串出这么多花剑来的呢 其实很简单,它就是直接递栽的 然后呢,它平时偶尔会在这个盆土旁边呢,给它松松土 然后呢,撒上一点积粪,后续浇水的时候啊 这个积粪呢,就会释放养分 这个猪顶红吸收了足够的营养之后呢 撕长也就会比较旺盛一点 然后等到花期的时候呢,它就会串花剑了 所以呢,其实养护猪顶红啊,其实非常的简单 我们呢,不用特地的给它用上一些磷甲肥之内的 只要平时给它撕上足够的底肥 那么猪顶红呢,它生长就会特别的旺盛 花剑也会串的特别的多 那么我这盆猪顶红啊,它现在呢,已经串了花剑 等它后续开完花之后,我再考虑给它分盆了 好了,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下如何养护猪顶红 让它呢,长得旺,开花的一个小方法 我们下期再见